好,各位同學我們來上第九課啦 這個第九課我們要教大家繪圖 那繪圖啊這個 如果你有上記憶學習演算法的話 這個繪圖你應該已經會很多功能了啦 所以今天的課你應該會覺得有點無聊 不過啊這個我想就是繪圖開始 從這節課開始跟之前最大的差別 就是我們開始要學一大堆的那個函數 那我先跟大家劇透一下 也不是說劇透啦 因為我們的期末作業是做一個網站 那你一定不會希望你的網站什麼圖都沒有 所以說這些語法要增加你的網站花花綠綠的程度 應該是很有幫助的啦 不然的話你的網站上面都只有文字 這樣子就也不太好玩嘛 對不對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要怎麼畫圖吧 為什麼 哎呦怎麼每次都這個樣子啊 好我們來看一下怎麼畫圖啊 首先你要先把檔案讀進來啊 好你把檔案讀進來了以後啊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 接著我們要做什麼事啊 就是這個是直方圖 直方圖這個它的函數是 它的名字叫Histogram 所以在阿里員裡面它就叫Histogram 好你需不需要特別記咧 我是覺得不需要特別記啦 就是你只要知道直方圖長這樣 你需要它的時候 你要到第九課的這裡來找它 這樣就可以了 好不好 因為這個程式語言沒有人在背的啦 就是 我們通常的記憶方式是 這個 就是 我曾經在哪裡看過它 或是我自己曾經在什麼時候用過它 然後我去那邊翻我的舊的語法 或是去翻別人的語法 這樣懂我意思嗎 就是程式語言沒有人在背的 所以 從現在開始沒有必要抄筆記 這樣可以喔 好 那直方圖長這個樣子 我們來畫一下 好這樣就畫出來了 這個非常簡單 那我們來看一下還有什麼圖啊 這邊是核須圖 核須圖 這個就要好好解釋一下 這個 有沒有人 你們知道這個圖要怎麼看嗎 你們知道這個圖要怎麼看嗎 說一聲知道嗎 這個圖怎麼看 這個這條線是什麼 知道嗎 大家都知道 大尾聲知道嗎 知道這是中位數嗎 不知道那你現在就知道了 可以嗎 那這條線呢 這條線是什麼 第一應該第三吧 第一應該在這裡 可以嗎 第一應該比較小啊 可以齁 第一應該比較小 這個應該稍微大一點 好 那這條線呢 1.5IQR IQR在哪裡 Q1那個Q3是IQR 好不好 然後這個 這條線是1.5倍的IQR 那我問一下 那這條線畫這個有什麼意思 這些點是什麼意思 極端值的定義是什麼 極端值的定義就是超過這條線的極端值嗎 就是這個 這個很容易啊 他想要告訴你的是 哪有時候啊 我來找一個 我來想辦法把這個圖變 變得 就是 EGFR 好 好 我們把它變成 X 欸 喔 這才有 才要充更啊 最近到底是發生什麼事了啊 我來試一下好了 我先隨便弄100個數字 然後我來給大家看一下 BOXPLUS 欸 來 現在出現 我覺得這個圖還不是很好 再一次 也不是很好 再一次 等一下 我一定要弄出一個不滿意的 好 以這張圖來看 以這張圖來看 這邊是中位數 這邊是Q1 這邊是Q3 對不對 這個沒有問題嘛 那所以IQR是這個對不對 欸 這邊 顯然沒有1.5倍的IQR啊 對不對 顯然沒有嘛 對不對 可以嗎 那現在這個是什麼 現在這條線是什麼 沒有人知道 好 這條線就是最大值 這條線就是最小值 好 好 我現在回來跟大家講 直方圖到底要怎麼看 好不好 直方圖真正的看法 直方圖真正的看法 這樣子 中間的 欸 不是這不是直方圖 抱歉 這是何須圖 這是BOXPLUS 這個 中間的這個 就像你們講沒有錯 Q1 Q2 Q3 Q2就是 這個medium 對不對 好 好 這條線啊 是這個樣子 他要首先去確認 他的數據分布 他的最大值跟最小值 是否超過1.5倍的IQR 從Q1往下算1.5倍的IQR 跟從Q3往上算1.5倍的IQR 他是否有超過 如果沒有超過的話 他這條線就會停在 最小值跟最大值的地方 這樣可以嗎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嗎 那如果 有超過了 這條線就劃在1.5倍的IQR 這裡 那剩下的地方就用點來呈現 他的邏輯就是這個樣子 這樣可以嗎 好 就想應該 你們應該有聽懂我的說法 這張圖其實這麼看 好 那不過這張圖其實怎麼看 這件事情應該是統計課要教的 那 那 就是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大家 好像 沒有這麼會 沒關係 總之就是這樣 那 接著就是 我們還可以畫這個 圓餅圖 也有斷線 這是說不了 哎呀 這個是 下個禮拜 國防部資安健檢 所以說 現在比較容易斷嗎 可能是這個樣子 所以下個禮拜大家 大家小心點啊 不要用什麼 手機4G分享啊 對不對 不要幹 傑奇一個怪事 你們知道 你們知道 偷偷用手機4G分享 會被國防部查嗎 對 你不能開網路的 所以有人跟你們 有人跟你們宣導過 不能開網路的電腦嗎 沒有人 那就不能用啊 你的問題非常好 但是我告訴你 我被查到 那不是靠你教導 對啊 下個禮拜啦 就下個禮拜而已 有很多人要來 他們會拿一台機器到處去 到處去掃喔 就是 你只要偵測到 有可以連接的訊號 他們就會找到那台機器喔 藍牙也不行 那 我想 可能會有 可能會有一點點用 但是 但是我告訴你 因為他那台機器 可以看到那個機器的序號 對不對 而且他可以追蹤 那個訊號 到底從哪裡來的 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比較危險一點 但是他什麼時候 去學人宿舍那邊找 我不知道喔 但他應該 上班時間都會在主體大樓 一定到處亂跑 對 好 那這個 這個 就是 這些圖我們都已經畫完了 對不對 欸你們是不是都有上機器學習啊 你們都有上畫 這個部分我想跳過 你們都有上嗎 沒有上的舉手 欸好吧 那我們就繼續 那我們還是 看起來還是不少 好 那我們再來 再來上好了 現在真的是一個很不友善的上課環境 我這個 寫了兩行程式 我要重整一下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些語法分別是什麼 來 首先第一行 第一行這個意思啊 你現在 打下去之後沒有任何反應 但是你在畫這張圖的時候 畫這張圖的時候 你看他是不是在左上角 這樣可以齁 所以這一行意思是 請把畫布切成二成二 然後接著他開始要放 他是開始要放圖進去了 好 這一行 他跟本來其實差別不大 唯一的差別只在 我給了他color color name 對不對 那他說是red 那接著我再放blue 這個這邊就變blue了 這樣可以齁 好 然後再pi 然後給他三個顏色 然後 8plot 這個 這個 變成這個三個顏色 好 所以就是 呃 就是這幾行 該不難動 對不對 我只是簡單介紹了一下 你可以下一個color的參數 然後並且你可以這個 就是 你可以把畫布分割成二成二 就這樣子而已 這樣該覺得不會很難吧 那 如果 我們覺得不會很難的話 我們就來看下面這個 下面這個啊 唯一的差別只在 我們在這一串 畫圖的程式碼的上面 加了一行指令 然後在最後加了一個dev 點off 好 我來跟大家講一下 現在你在 這裡 欸我先把這個檔案給刪掉 因為這個檔案顯然是我之前 上課的時候留下來的 來大家看喔 我打下這行的時候 來看到了沒 是不是出現了一個part 1這個檔案 好 我跟大家講 這個檔案你現在打不開 因為 你現在他的意思是 你打開了一個檔案 叫做pdf pdf檔案是 part 1這個pdf的檔案 接著你就要 以他為畫布 在裡面畫畫 他是8x8的大小 當你畫完畫的時候 你看他沒有任何反應喔 因為你現在都還在裡面畫畫 他還沒存下來 那你打下 deb.off 現在是0b喔 現在大小是0b喔 當你打下 deb.off的時候 看到了嗎 他是不是出現了一些大小 裡面有東西了 這時候你打開它 就可以看到 你剛剛畫圖畫上去的結果 所以這個 用這兩個語法 把畫圖的過程夾住 這是畫圖的標準語法 這樣可以喔 那我們繼續 好 那很簡單的練習 這個 有些人應該已經做過了 好不好 那我們就讓大家嘗試一下 你怎麼樣畫出一張這個圖 好 那你怎麼畫出一張這個圖啊 這個 這個 你可能需要 你需要的方法是這樣子的 就是 首先這個圖 你顯然 看起來它是一個box plus 對不對 它顯然是個box plus 那你需要啊 先打 help 這個是受不了欸 再 又要重新 help box plus 好 這個時候你會在右邊看到很多 這個細節 對不對 好 來跟大家講 請你直接到example這裡 一行行貼 你先貼第一行 喔 怎麼又斷了啊 這個 哇 現在弄不過來了 好吧 那我就先把時間還給大家啦 那 反正就是 你就是這樣一直貼就對了 你先貼第一行 又斷了 好啦 我把時間先還給大家好不好 我們再看網路什麼時候也好 好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 這一題要怎麼處理啊 好 我直接跟大家講啦 就是 你就是去help找靈感就對了 欸 help為什麼找不到 好 就是來這邊找靈感 那我來跟大家講 靈感的來源在哪裡啊 首先第一行 第一行就是一個重要的靈感來源 好 你做完 你可以先清空 這樣再做一次的時候 它就會回復了 它就那個畫布的那些資訊就消失了 好 我們這樣做完之後啊 你應該會注意到一件事情啊 就是 呃 這些東西你看不懂是什麼 對不對 這是它的參數 這是它的參數 對不對 好 可是啊 這個參數 函數裡面的參數 是不是一定是個物件 一定是個物件 這個可以理解吧 對不對 所以你要了解這個物件是什麼東西 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 欸你可以 打 class 你就可以知道這是什麼物件 欸你看到了 它是data frame 對吧 data frame 那你就可以head 欸你是不是看到了 這裡的東西 這樣配吧 好 而且你看到這是一個 文字 這是一個數字對吧 所以你應該看得很清楚啊 data放在這裡 然後這個是數字 然後這個是主別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齁 所以你可不可以把它改成自己想要的data 欸其實可以啊 你的data叫data 對不對 DAT 然後這裡咧 EGFR 主別是什麼咧 主別我是定什麼 Desease是吧 好那就Desease 欸這樣是不是已經出來 底圖是不是已經差不多了 可以吧 這樣是不是底圖已經差不多了 好 那下一個問題是 那你要改顏色啊 那你要改顏色啊 改顏色不是 這個 這邊看起來是藍色跟紅色對不對 這個 按照我們剛剛的推論 我們剛剛本來就有打很多 很多顏色了嘛 看起來就是這樣 欸看起來是不是就這樣 對不對 這樣沒有問題吧 好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還有什麼東西要改的 欸 下面要出現Desease 上面要出現 這個 就是 這裡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 這個現在 你現在又不知道要怎麼改 因為這邊有很多參數嘛 對不對 然後 你 最簡單的方法要找參數 一定是找上面這裡 不過你會發現 找了半天找不到了 而且你會發現 這邊有個點點點 點點點點 真是討厭的東西 就是他覺得參數太多了 他不想寫 好 那你可以下來找靈感 下來找靈感的話 你應該會找到 在這裡 在這一行 你會看到這邊有 這邊這邊這邊 這邊是不是都出來了 對不對 這叫什麼參數咧 man xlab ylab 這樣可以吧 甚至你還看到一些參數 什麼xlimit ylimit 這些參數 這些參數 這些參數啊 這個以後你會很常用 全部都會記起來 好不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實際上 標準的做法就是 在這裡 xlab ylab 這樣就可以全部做起來了 這樣可以齁 好 那我們現在來把它 畫出來 好 這樣就是標準答案了 這樣可以齁 好 所以知道要怎麼去 那個help裡面去找靈感 你重點啦 help裡面其實重點不是那些 上面的那些說明文字 那些說明文字 你講真的 要看得懂 大概就是 要很有耐心 那通常我也沒什麼耐心 那你要學習程式語法 這個上禮拜 上禮拜我已經教過了 對不對 程式語言是怎麼做的 用抄的嘛 對不對 用抄的 所以下面會有example 在example的地方 就請你盡情的抄 這樣可以吧 啊抄完了 改成自己的 這就是 這就是學習程式語言 除了訓練邏輯思考以外 最重要的一個能力 這樣可以齁 好 那接著我們來介紹一個強大的函數 叫plot 它支援多種圖形 那最重要的就是它支援的 這個散步圖 好 我們來run一下 好 這是我們的散步圖 好不好 那這個 這個非常容易理解 那我們可以修改點的造型 修改點的造型 在這裡加上一個 額外的參數 叫pch 這裡其實是可以按enter的 pch等於19 19 它是不是變成黑圓點 那你說19是這個黑圓點 那到底其他的這個 對應是在這裡 其他的對應在這裡 1號就是空心圓點 好 依此類推下去 你想要什麼樣的造型 就來這邊看 對照表 那你就知道 在什麼時候你想要 你想要什麼造型的時候 你要打幾號了 好 那 還有一些其他的功能 我需要介紹的 好 舉例來說 Lice 這個可以幫助我們在圖上畫線 好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在阿圓裡面 畫 畫圖 畫圖 基本上 它是一個 就是 你可能要記住一個概念 它是圖層 圖層 你們有聽過圖層這件事情嗎 有 你有聽過 你是在用Photoshop的時候 學到圖層這個東西的嗎 其他會圖軟體 你知道圖層這個東西喔 很好 那圖層啊 就是 你要把它想像成的圖 其實是 層層這樣疊上去 它其實有不同的層 它是 你所看到的影像 其實是 非常多 就是非常多圖 疊在一起的結果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你可以把它想像成 這是一個底圖 如果我的底圖加料的話 我就是要加一些線的話 那 它其實是在第二層 好 那現在讓我們來學學 如何畫線 如何畫線呢 來 我們首先先看這串語法 這串語法 X跟Y 這是兩串向量 這就沒有問題 那 plus new 就是開一個 空的圖 然後接著我們先 命令它 它的limit分別是 0到10 0到10 所以它X軸 Y軸都確定了 那接著我們來XY把它plot進去 好 這邊大概就是 12的部分 49的部分 76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樣一張圖 好 呃 那 如果你想要畫圓的話 你可以透過這種方式來畫圓 畫圓 來我們來看一下 畫圓的話我們可以利用三角函數 sin跟cos來畫圓 來 大家想一下為什麼這樣可以畫圓 我好像有講過啦 我們找一個沒有上過 機器學識的 人來 學習 來想一下 來這個 就你了 為什麼這樣可以畫圓 第一行是什麼意思 第一行是什麼意思 所以Z就是 Z就是 有很多點嘛 這樣子 有很多 就是 0.01 為間隔 然後來做 對不對 那這裡在做什麼 這X應該就是 這個Z取了cos以後 Y就是 X就是 取了sin以後 然後Y就是 取了cos以後 對不對 對吧 欸 那為什麼 為什麼 把X跟Y 放在一起 變圓啊 為什麼 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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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嗎 為什麼 沒有沒有沒有 不能問你 你上過課了嗎 隔壁的 為什麼 三角函數跟人 有關喔 這麼神奇 不知道 沒有辦法 坐標 對啊 坐標啊 這個X跟Y 坐標 這個我知道啊 對不對 我的意思是說 為什麼 三角函數 跟圓有什麼關係啊 不清楚 那你們記得嗎 三位遠的參數 忘記了 你記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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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印象 好 那我再講一次好了 那 還是你們記得 你們記得嗎 你們記得嗎 不記得了 這個sine跟cos 裡面的這個數字 是斜邊嘛 對不對 所以這是不是斜邊在固定的時候 你同樣丟一個E進去 那是不是斜邊在固定的時候 斜邊在固定的時候 然後這個 sine跟cos sine跟cos 一個是 一個是 如果你這樣畫一個 畫一個這個線好了 cos 是不是在這裡 sine 是不是在這裡 可以吧 所以 他 sine跟cos就是把斜邊拆成 兩個邊的一個 函數嘛 這樣可以吧 那是不是就是把斜邊拆成座標 斜邊 斜邊固定嘛 斜邊固定這樣可以嗎 你斜邊固定的狀況下 你只是移動他的數字嘛 對不對 移動他的數字 這個數字是角度的意思啊 這個數字是角度啊 這個數字是角度 可以接受嗎 這個z 輸入進去sine裡面 那個是角度啊 輸入進去sine裡面是角度 所以不同角度的 這個 固定斜邊的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座標 那不就是一個圓嗎 這樣可以齁 這 應該還有一點理解吧 對 好 好那 這其實不是很重要啦 這只是 就是恢復一下大家的影響 好 希望下次不要再忘記了 這樣 不過可能也不會再遇到了 因為後面沒有再設計一樣的題目 好那 學會lice這個函數以後 我們就可以幫我們的 這個我們就可以疊圖了 來我們來看怎麼疊圖 首先 我們先建立一個model 這個model 有上機器學習課程的人 會很容易理解啦 反正我就建立一個現行回歸 但沒有上的人也沒有關係 這樣 lm這個函數就是建立現行回歸 擷距是2.22 斜率是0.8 那我們把他的coefficient拿出來 這一行 有上阿遠的課程 應該會覺得更輕鬆一點 為什麼 他就是model model是一個 model現在我們來看他的class 這是一個 什麼物件 對不對 有lm這個路徑 物件嗎 沒有對不對 沒有看過對不對 所以這是一個s3class 對不對 這是一個s3class s3class 我們要怎麼看他裡面有多少東西 用ls 對不對 好所以你會知道 裡面的coefficient 就是他的 擷距跟斜率 這樣可以嗎 好然後 接著x是0到200 y是多少 y是22 跟185 接著 重點出來了 來我們先 這兩行 這兩行 其中一行 第一行我們執行完了之後 是不是給了他一個底圖 那第二行我們其實是在那個底圖上面加一個圖層上去 我要把這條線加上去 這樣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嗎 可以齁 好 那 他的xy x是什麼 0200 0應該在很下面 對不對 200 應該在很上面 然後y y應該是22 大概也在很下面 所以他大概就是這樣畫一條線 這樣可以了解 了解他的意思嗎 好 按一下wrong 他是不是下去了 看起來像無限遠深 那是因為他的端點 他的端點在圖的外面 這樣可以齁 好那你還可以為你的圖形再加一些其他料 舉來說你可以選到text的函數 text的函數 xy 然後繼續輸入你的文字 那樣的abcd 10的地方放a 01的地方放b -10的地方放c 以此類推下去 point你可以為你的圖加點 所以你的pch 你可以1 2 3 4個pch 分別上去 rengin可以為圖片加圖示 好我們來負責貼一下 來跟那個 我們不要用講的 因為我一直跟大家強調 這程式不要用看的 要用貼的 好我們再來看一下 我們再貼一下 好來 符合我們的預期 這樣可以齁 來繼續rengin的部分 rengin的部分 我希望我們分開貼 大家看著喔 首先先plusnew 開一個新的空白圖 接著 plugwindow 接著 rengin的top left 所以它出現在左上角 這樣可以齁 00的地方 00的地方顯然在中間 antirone 它在中間 左上角的端點是在中間 這樣可以齁 好 polygon polygon就是多邊形啊 那 polygon這樣下來 好 如果我要畫個圓形怎麼畫 你們想出來我要畫圓形怎麼畫嗎 應該不會太難吧 對不對 來 z等於1到1000 除以100 好 接著x勒 x就是sin z y呢 cosz 對不對 對不對 好 我們來試一下 欸 為什麼 這 哎呀 為什麼會這樣 想一下為什麼會這樣 好 有沒有人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看起來好像畫得很完美對不對 那為什麼會這樣 好 因為這個 你在畫圓的時候啊 我們在500的話 答案就會不太一樣了 來看一下 欸 為什麼會這樣 一臉茫然 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好 我來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啊 他其實畫了超過一圈啊 所以他的最後一個點跟第一個點 你要讓他位置重疊 他才會畫成一個正確的圓 這樣可以嗎 那 那角度 角度最多是幾度啊 角度最多 欸 你們覺得是365是不是啊 這個角好像不是那個角 這個角好像是 這個 三角函數裡面好像有一個角的特殊單位啊 你們還記得是什麼嗎 蛤 蛤 蛤 什麼 什麼度 就是 欸我其實真的忘記那個名字叫什麼 因為我真的太久沒有接觸了 蛤 蛤 我真的忘記那個 我真的忘記那個名字叫什麼 這個輸入進去的角度是那個 是那個度 我記得就叫度啊 還是他叫他真的叫什麼 他真的 我真的忘記他叫什麼名字 有沒有 大一 你那個 你那個 三角函數印象比較近的 你們知道我在講什麼吧 他那個 他那個真的不是 就是我們平常的度啊 我記不起來了算了 我沒有辦法verify 蛤 講出什麼字了 弧度 就是叫弧度嗎 蛤 欸好像是一個這個字欸 好像是這個字 我現在 但是真的離我太遙遠了 我們還是 這個 這堂課也沒有加分 我們大家就不要 一直 這個了對不對 這堂課已經對你們很好了 你們 你們等一下後面寫網頁的時候 你們就會知道了 那個寫個網頁其實非常容易啊 那 那個 那個 你只要稍微寫得像樣一點 這個我們都會 你只要真的有學到啦 我看 這學期 因為大家人比較少嘛 那個 我看大家應該是真的都有學到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練習2 練習2這個題目啊 類似的題目 我們曾經出現過 一樣 機器學習裡面都有 這 今天一整節課齁 機器學習 如果你上過 你都會覺得很無聊 這些題目你都遇過 但是 你應該跟當初的理解不太一樣 你當初應該會覺得 哇天啊 這什麼東西啊 好難啊對不對 現在你應該會覺得很簡單 對不對 你可以試著重新再做一次 好不好 來 我們現在就是要產生這個圖 按照我們剛剛圖層的理解 對圖層的理解 首先你要先產生一個底圖 對不對 這個底圖顯然是個長條圖 對不對 左邊是32 33.2 右邊是34.4 那 接下來你就要畫出這個嘛 對不對 這個要怎麼樣 自己加線嘛 對不對 那他的X座標跟Y座標 分別是多少呢 搞不太清楚 Y座標比較好找 Y座標這邊有軸 X座標是多少 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怎麼辦 嘗試一下 自己嘗試一下 自己嘗試一下 自己嘗試一下什麼勒 如果我現在要在這裡加一個點 我應該可以這麼嘗試喔 Point 好我們來0.5 0.5 0.5 然後pch等於3 它出現在這裡 所以這裡是0.5 0.5對不對 你可以再試一下 0.3 0.3 它原來 這樣下來大概是0.2 你稍微多試幾次 你就知道 你就知道這個座標應該在哪裡 這樣可以了解我意思嗎 你稍微試一下 好不好 那我們把時間給大家 好 底圖要怎麼畫呢 這個是長條圖 這是8PLOT的對不對 我們前面8PLOT怎麼畫的 我們去前面看一下 8PLOT在這裡畫對不對 這樣可以畫出8PLOT對不對 好 那我們在畫8PLOT的時候 我們注意一下 這一個 是不是顯然是它輸入的物件 我們是不是可以把語法畫成這樣子 TEST 等於 這個 然後把TEST放進來 對吧 那我們來看一下TEST長什麼樣子 TEST這個012是不是在上面 然後這裡是不是 數字 這樣可以了解我意思嗎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們的這裡 我現在這裡 我要畫的是 這個 33.2 這裡畫34.4 對不對 因為我上面有數字 那我這邊要怎麼做咧 我們是不是可以把TEST換成 33.2 34.4 然後把它畫過來 這邊你就不能夠 你就只能夠給兩個顏色啦 這樣是不是就出來了 這樣底圖是不是就出來了 可以齁 好 所以這樣就出現底圖了 不過有個問題 這個 這邊顯然 它的這個 XLIMIT XLIMIT應該不用管 可是它需要YLIMIT 對不對 就是不然的話 你看這裡它是不是到30就結束了 好所以 所以我們需要加上 YLIMIT 等於 0到40 好然後啊 這邊沒有字 好下面有DESEASE 下面沒有DESEASE 這邊沒有對不對 這個是不是 這些是不是都是剛剛 我們在那邊都學到的參數 XLEB XLEB YLEB 好這樣我們就產生底圖囉 這樣我們就產生底圖了 所以我們現在 下一步就加線 這樣可以嗎 好 你先到這一步喔 先到這一步 然後我們繼續下去 嘗試加線 好我們來看一下雜案啦 這個我跟大家講一下就是 這題你如果覺得沒有辦法在時間之內做出來 不要太沮喪 因為你要試很多東西 那我已經很熟練了 我當然可以很快的去嘗試 那所以這個 但是大家知道它是怎麼樣去產生的啦 好那首先底圖我已經畫出來了對不對 那接下來下一步就是我要去嘗試 那我要怎麼畫出那些線 那這個時候你一定要去嘗試一下 就來說你lice 然後你0.5 10 0.5 10 然後 你可以先point好了 point先point 這樣比較容易找 pch等於19 好你看到它在這裡對不對 看起來 沒有那麼正中央對不對 那我們嘗試一下 0.6 喔好像還不是那麼正中央 0.7 看起來夠正中央了吧 對不對 好所以大家知道這個點齊就是0.7 那這裡的咧 這裡的我們換個顏色好了 不然等一下看不到 好我們先改1.7看看好了1.7在哪裡 1.7好像不夠正中央 好我們來看一下到底哪裡正好 1.9的正中央 好這樣你就知道 你就知道這個座標應該放在哪裡 對不對 好下一個部分 欸這些 什麼 QNORM啊 這個其實就是1.96的意思啦 這個是 1.96就是常態分佈的這個 就是 常態分佈的這個 就是 Z值 95%C 那區間的Z值 好這些什麼 S0 S1 這個其實 數字是多少 你統計沒有學 不知道要處理根號 這個其實不是很重要啦 這邊我們其實跳過好了 我們的重點就是 你要有辦法 刻出這樣一條 你要有辦法刻出這樣一條線 你可以這樣畫一條線就好了 你不見得 它畫在哪裡 你說它是正負多少 這個其實不是那麼重要 到時候 你會根據你的情境 你要求的這個線騰就不一樣 好 依此類推 你應該能夠全部都抓出來 好接著你在上面要寫一個字嘛 對不對 那你都已經知道是0.7跟1.9 那它舔定就1.3 然後跟40 在這個地方你想要畫一個P等於0.2 接著在上面加一個這個東西 這樣就完成了 那你就說這個看起來不像啊 你把它拉大 這你是可以自己拉大的喔 你這樣直接拉的時候 這個不會 那你就重跑一次嘛 好這樣是不是看起來好多了 好 這個上捷克我們就有注意到了嘛 對不對 這個 長款筆 不滿意怎麼辦 就自己動手拉嘛 這樣可以齁 上捷克好像就有交過了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今天最後一個部分啊 就是要教大家色彩透明度 一樣啊這個記憶學習的部分已經教過了 我們就簡單再教一次 好來 畫圖 好畫圖完了以後 你直接把它用PCH等於19 你會發現這個 弧成一大圈啊 這個中間顯然點比較多啊 但是有多多搞不清楚對不對 那我們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咧 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就是要用射碼 好來 這個射碼啊 射碼 我跟大家講一件事喔 就是我們平常在這個 畫圖的時候 就是像我自己平常在畫圖的時候 呃 我大學生應該還沒有看過PAPER 對不對 但有看過教科書 你們有沒有覺得教科書上的 那個圖的那個顏色都非常漂亮 有這種感覺嗎 沒有 你們看的教科書跟我們是一樣 你們是看原文書嗎 你們是看原文書嗎 不是原文書 現在不用看原文書了喔 好沒關係 我直接跟大家講 就是 那個 哪些顏色是好看的 這件事是專業的 哪些顏色是好看的 這件事是專業的 那你要怎麼去找好看的顏色咧 來我跟大家講 你可以上Google 色盤 或者是什麼 這個Adobe Color這個可以啦 或者是你直接看這裡 這個12個配色推薦網站教學啊 好我來跟大家講一下 呃 你 操作簡單不需技巧 好不然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好我來跟大家講一下 這邊你隨便拉 你看到覺得好看顏色 覺得這個 這裡是不是就有色碼 這個是不是就有色碼 這樣可以齁 你可以複製色碼 然後把它貼到我們想要的地方齁 我們來試一下好不好 好這是標準版的 在講色碼之前 我先給大家看一下標準版的 這是紅色 因為前兩碼 紅 綠 這兩碼是綠 這兩碼是藍 然後大家注意到F 為什麼是用F 因為這是16進位 16進位 就是0到F 這樣可以嗎 那 色碼 我們電腦裡面定義的色碼 色階 一個顏色色階 最多就是256 從0到255 255就是FF 這樣可以嗎 255就是FF 為什麼它是F 為什麼255是FF 這個第一個F代表15的意思 這個可以接受嗎 F代表15這個可以接受 因為9 10 10已經沒有辦法寫了 就A 所以F就是15的意思 這樣可以齁 F就是15 那 所以1515 那它第一個15 要15乘以16 再加15 因為你超過15以後 你就要進一位 對不對 所以是16才要進一位 這樣可以了解 所以這邊 15乘以16 加15 這個意思就是這樣子 所以它是255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 好 那 00 那當然就是0 所以這就是100%的紅 100%的紅 但後面多了兩個 透明色 FF就是完全不透明 那80就是透明一半 那你全部都是0 那當然就是黑色色 好 所以現在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覺得這個顏色我蠻喜歡的 複製 來到這裡 貼上 我們重打一次 看到了嗎 那這個顏色就是我們剛剛那個顏色喔 仔細看喔 這個你們眼睛應該都還好吧 看出來這個顏色被換了 OK 好啦 我們就來看一下配色網站 Refresh Your Page 這個 好吧 那我不要用這個網站 我們現在隨便來看一下 提供配色師的配色 好 就這個 這你用過了嗎 好 那你就看一下 你覺得這個 它這個配色不錯 Copied 好來 我們Copied就來用 這個顏色 我跟大家講一下 你如果單純這樣看的話 你不會覺得它很好看 不過 我跟大家講 其實我們畫圖的時候 就是我自己在寫Paper要畫圖的時候 我基本上 基本上我們就承認自己 對顏色的美感不夠 我們就會抄那些 別人配好的色 那對啊 這些網站就會提供很多 很好的配色這樣子 就是 他們可能會有一個系列啊 這樣下來 我們來看一下 好 這個看起來好像也不怎麼好看 好啦 不過至少 至少這個工具我覺得是很好用的 這個工具為什麼好用 因為 因為有時候你想要漸層顏色什麼的 它會 就是 它可以幫助你 就是 這個要怎麼樣一次 往旁邊拉 這個 這個要怎麼拉 我怎麼搞不清楚 蛤 你說這堂課本體是教你畫畫嗎 我覺得 你等一下寫網頁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這堂課本體是寫網頁 但是 顏色是網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你那個 網頁都是 這個 藍底黃字 這個看起來像樣嗎 你們現在常常看到藍底黃字的報告嗎 沒有 沒有 國一的簡報標準版 不是藍底黃字 其實那不是國一啦 是整個國軍 整個國軍都是藍底黃字 好 所以你們以後做 你們以後做PT千萬 欸 不過其實這是另外 這是另外一個要學習的地方 就是 你們做PT的時候 如果你們 就是 沒什麼時間 就是如果你們有時間 當然你們要好好調 顏色好好調版面 你們當然就是 比如說去我剛剛那些色卡網站 去好好配色 對不對 但如果你們沒什麼時間 你們想要亂做一通 你其實就只想貼字的時候 我建議你們不要用白底黑字 白底黑字看起來就很沒有誠意 我強烈建議你們用 藍底黃字 因為你們用藍底黃字啊 人家不會覺得你懶惰 人家會覺得你態度良好 只是 比較欠缺美感而已 但是你 白底黑字 大家就會覺得你態度不好 你是不是就到處貼貼就算了 這樣大家有聽懂我意思嗎 如果你想要把態度拿出來 你們就用藍底黃字 人家只會覺得 喔 你很認真 但是你的 你是不是有一些職業傷害 這樣子 大家只會有這種感覺 好 好那所以 我們知道最後一碼是透明色碼 這樣可以吧 那最後一碼是透明色碼 RGB自己調色這都不重要啦 你只要給他透明色碼 覺得說30 你這樣是不是大致上就看得出密度了 這樣可以嗎 好這樣可以齁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你可以用其他函數 譬如說 Smooth Scatter 然後你可以畫出一個 看起來比較 看起來更像樣的一個圖 好不好 那你可以幫他加注釋 但這比較難 你需要 你需要 Google Google可以看到這樣的結果 你看這邊還有這個 顏色密度的這個 單位 對不對 好 那我來跟大家講 這一堂最後一個練習三 這個 記憶學習上課的人 一定會覺得很簡單 但你再做一次 好不好 來 這張圖很不錯 這張圖很不錯 我們可不可以把這張圖 我們可不可以把我們圖畫成這個樣子 那我們要去看人家的語法 來 貼過來 這跟我們上節課做的那件事情差不多嘛 對不對 就是 改語法這件事情 好 我們來給大家改一下 好不好 應該不需要兩分鐘 我們來給大家試一下 好大家來看一下 就是 我們 要抄襲之前 我們通常還是要仔細看一下 人家在講什麼話 那 我 我們就假設大家英文都很好好了 或者你不好 你就按Google翻譯嘛 好不好 翻譯應該很容易就看出來啦 翻譯 所以 他上面 好啦我懶得翻譯了 因為 翻譯他不會把程式碼翻掉 他現在這麼方便喔 好 那 這不重要 重要的就是 上面他顯然就在問個問題嘛 對不對 他說 呃 這個 我想要畫成像下面這個圖樣子 然後下面 跟大家講 這個網站啊 這個 Answer 排名最高的這個 通常都是最優的解法 這是大家投票的你知道嗎 所以你就是貼 最優秀的這個解法 這樣就可以了 下面就不要貼了 你下面要去看也可以 但下面就不用貼了 那 你可以來 我們來看一下 喔對 我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 如果有時候 我看剛剛大家 有時候語法貼到一半 所以可能都還在pdf裡面 或什麼的 你可以打dev.off 你可以一直這樣打 打到他出error為止 這一行 這一句話的意思是說 請我把現在正在開的檔案給關掉 關掉 因為你有時候 你根本不知道自己開了多少檔案 因為你一直貼語法 你可能會忘記 對不對 打到出error為止 這個時候 你就可以保證 突出在這裡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 有時候你要打十幾次 好 那我們重新執行一次這一行 我告訴大家一件事 你在抄語法的時候 你一定要 你這樣抄下來 你發現東西出來了 你才要繼續用它 如果你發現 你直接貼下來 東西沒有出來 你千萬不要以為 放在網路上 人家寫的都是正確的 請你換個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當然就是因為這是上課 所以我有幫你們scoot過 這語法是可以執行的 那語法可以執行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要把它換成我們的data 那關鍵出現在哪裡 那關鍵出現在哪裡咧 東西咧 找不到了 找不到沒有關係 我直接跟大家講 找不到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這全部的關鍵 我先跟大家講 就是我們的語法 你不要一行一行改 你要了解到 這一大串語法 它其實被 必須被視為一個整體 聽懂我這句話 它必須被視為一個整體 所以說 你只要知道 它的input在哪裡 跟output在哪裡 這樣就可以 這樣可以 那哪裡是它的input咧 顯然你要找input 一定是往上找 來這裡 這一行是什麼意思 你不知道這一行是什麼意思 但是你可以檢查x1 x1看起來就是1000個數字 對不對 你也可以檢查x2 x2也是1000個數字 所以其實你只要把你的data裡面的svp 跟data裡面的dbp 把它輸入到這裡來 再重新執行 它其實就被換掉了 你有沒有看到它這個軸 已經被換掉了 這樣可以嗎 那當然這個 這個名字沒有被換掉 那怎麼辦呢 這不就是改參數嗎 xlab 等於svp ylab 等於dbp 重新執行次 這樣是不是就已經出來了 接著你可能還想給它加個標題 那就給它打man man等於什麼 這樣就可以解決了 好 所以抄襲語法就是這麼的簡單 重點是把它視為一個整體 不要你想要的功能 你不要一行行去拆它 你一行行去拆它 你會發現這邊有很多你看不懂的地方 雖然它這邊有註解 它說這裡是用這個語法去得到density 這裡是給它一些color 這些語法你可能看不懂沒關係 忽略它直接貼 這樣可以了解 把它視為一個整體 如果今天我們把它變成一個函數 叫my plot 等於 function x1 x2 然後把它全部貼上來 那我們 這個語法是不是就只是 變成 輸入這樣子 我清空 我打這一行的時候 它其實也是一個整體對不對 所以其實你不需要去拆它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你不需要去拆它喔 你現在在打這行的時候 你就不會有任何心理負擔 你就會覺得中間的過程 反正就是這兩個input 出來就是這張output 你要把它視為這樣子 你程式才會進步 不要去理解 不要嘗試去理解 每一行到底在幹嘛 這樣可以喔 好 那我們今天上課都上到這裡了 現在要給大家吃飯了 那就這個樣子啦